价值1.2亿美元的海军舰艇 零附件以及相关的技术的支援 那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美国国务院批准1.2亿美元的 舰艇零件军售案给台湾 总统府以及外交部高度感谢 让台湾的军舰能维持战力 不过国内军事专家就质疑 美国通过的军售都是以维持 现有装备战力为主 真正能增强战力的自走炮 智慧型水雷等等都被美方打回票 拜登政府对台湾是不是真的友善 似乎还得打上问号 美国的这个军售有定的程序 包括从LOR开始 也就需求出道发架书 会经过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跟各部会包括国防部 商务部国务院一连串的审核程序 所以他并不是说 就是随时想要公布就公布 这种质疑我想是要审慎以对的 地雷跟水雷的公约 基本上并不禁止使用 但是对于出口的话 会相对的是比较敏感一些 在所谓没有不对称战力 这个名词出现之前 其实台湾要的一些武器 美国也未必会给 就是说他要考量到 这是否是台湾防卫之所需 如何让台湾有足够自保能力 美国有自身考量 均受最后的决定权 不是操支在台湾 但日本则是越来越担心两岸情势 日韩媒体的共同民调就显示 两国有73%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会武力犯台 而前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也说 台美日三国应该为紧急情况有所准备 若台湾无法参加美日共同演练 是毫无意义的 日本不断释出护台消息 台日的军事合作有可能解禁吗 的确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军事扩张 所以让这些政治跟军事的经营 加强支持台湾 表态上是比较积极 但是进一步提升到军事上的一些合作 那又是一件比较更实质 更敏感的一个作为 那日本政府是否会跨出这一步呢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国际上帮台湾说话声音不断 但各国人得顾及到与中国的关系 挺台行动也有所涉陷 台湾方面不能太过乐观 除了军售国防自主也得加快脚步 捍卫台湾靠自己最实在 华语新闻张家宝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